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把锅烧热倒上油 这油倒多少 多倒一点 是吧 可以稍微倒一点 橙胶油嘛 对 我们要炸那个油嘛 这个油是可以将来以后存起来用的 是吧 对 这是存起来可以放在冰箱里保存的 可以了 够了 因为碗有点小 那先炒芹菜 我们先把这个油稍微烧热以后 我们就炒芹菜 好 来 芹菜呢 这芹菜用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那就是这一勺 对 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炸香啊 然后用这个 搅一个漏勺 把它炸出味儿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不要了 那我们家的芹菜 干嘛呢 要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用来 你可以把它用来做菜 这个芹菜用来做别的菜 芹菜在这里的作用是什么样 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们只是起到天香的作用 这样这个藤椒油就会更加的香 这个方子 对 好 行啊 来 那接下来我们再倒上这个藤椒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就不要把藤椒入锅 如果把它放到锅里以后 它就会炸黄了 我知道了 直接把这个油再烧着热一点 对 然后就直接把它浇进去 泡着 就可以了 是吧 不用很热 就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已经炸过了芹菜了 好 然后就把它 这样直接把它浇进去 就直接让它在这里泡着就可以了 泡多长时间呢 你就一直泡 现在都可以用了 其实我们今天的油稍微有点少 对 我们可以油再浇一点 陈老师像这种泡多长时间啊 你现在其实都可以用了 然后呢 你就一直把它泡着 你可以就放着 然后它就可以一直